镜面还是丝绒为什么要抉择我全都要 哈喽朋友们好 今天的视频到来是色英特劉新品唇釉 全套一共有12支分成了镜面跟丝绒两大类 静光唇釉是这种水光感较强且越敏越亮的质地 那丝绒唇釉就是非常丝滑又不干的哑光质地 今天就上嘴6支热门色号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首先来看静光线的四支第一支扫是GW01陈尖陶 这颜色我试用的时候觉得荧光过头了吧还是主推 结果沉默之后这么好看 我感觉它粉调比例还是多一点 是那种比较柔和的肉粉调色 看沉默之后的这个魔感我真的服了 纯自然光都这么漂亮 比较适合尾碎人妆日常百搭又低调 第二支扫是GW03水塘霜 这个颜色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一支 沉默之后会偏像一点水红色 就是那种活泼的果汁感你们懂吧 而且它很上镜配的这个质地 本身就有水亮光泽感 直接圆涂直出一百张都没问题 多汁又明媚 第三支扫是GW05空谷茶 这个颜色是有点偏茶种暖调色 因为它饱和度本身控制的比较好 所以不怎么挑肤色 如果不知道选什么色号 那我觉得这一支是不会出错的 就像夏日炎炎突然喝上一杯全冰乌龙茶一样 降温又舒心 第四支扫是GW06绒冰红 这个颜色算是静光 这个系列里颜色偏重的一支了 真的是生存也不需要担心的覆盖力 草莓水红色直接抓住你的目光 谁懂深色发色跟红掉的适配含金量 轻轻松松驾驭的很随意 第四支丝绒系列两支 第四支是VT03云刀裸 这颜色最近我涂的还蛮多的 是那种比较网感的裸粉调色 用来营造氛围也是一个漂亮选择 感觉这种类型的颜色 IntoQ就是已经做得得心应手了 第二支扫是VT06雨后棕 这个颜色太气质显白了 这种有棕咖调融入的深红调 涂上感觉整个人都在发光一样 不做笨蛋美女 涂上就是全盘掌控雷厉风行的酷拽姐 想要什么都可以凭自己拿到手 好了这个视频就到这里结束啦 最后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请不要忘记给我点赞 评论收藏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